灑上滿滿翠綠的青蔥 放下油鍋一間香味撲鼻而來 這一味蔥油餅熱賣到不行 但是颱風把三星蔥都吹壞了 蔥價連漲數倍 所以不會漲就對了 不會漲 對 我們會經營機多 9月以來 蔥價從木蘭蒂颱風前的 1公斤80元 一路漲到90 120元 每季颱風過後 更是漲到1公斤天價204元 簡直是漲翻天 颱風前搶收的三星蔥 存貨已經不多 就算業者想自行吸收成本 如今這蔥可是連想買都買不到了 除了宜蘭三星蔥 全台的水稻 葡萄等等災情 更是嚴重 光是五個品項加起來 損失已經超過12億 目前全國總農損 也已經超過13億 如果受損程度 達到政府補助標準 農民還能夠拿到一些救助 但是達不到救助標準 農民損失就只能自己認賠 走進文室一看 玻璃紙被大風吹破 另一側的玻璃紙更是全被吹飛 澎湖洋香瓜經不起大風和雨水的摧殘 農民整年投注的心力付出流水 一頭出出來就差不多 差不多打光了 都弄了牙 對啊 都弄了牙 不到 對啊 還打不到 還是說中央看能夠 放寬 澎湖洋香瓜 紅龍西瓜和菜瓜 颱風之後幾乎壞光光 但是澎湖總體災損面積 就是達不到補助標準 無法拿到補助金 全台農損嚴重 農民叫苦連天 只希望接下來不要再有颱風來亂 讓他們的辛苦耕耘 能夠得到應有的收穫 接著宜蘭澎湖綜合報導